大家好 祝大家冬至快樂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茄汁乾煎蝦鹿 希望大家會喜歡 是呀 做冬呀 今天做蝦 祝大家冬至快樂 身體健康 開心心 其實冬飯我已經吃了 但今天我們兩個人 只是吃小食 肥佬要吃茄汁蝦鹿 我就和大家分享 因為大家經常inbox我 問我是否又不舒服 為何不拍片 我今天就拍蝦了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就已經處理了一點 我先拿一個碟子 這些我剪了的 放在一邊 我就在維康買超市買這隻 因為肥佬吃蝦鹿 吃蝦的要求又不可以煤 又這樣又那樣 但我不是買新鮮的 我買這隻 這隻好像都 特價都要50元 我忘記了 我剛才買的 如果它不特價就會貴一點 這隻是野生白蝦 這樣 我已經是剪了一些 挑了一些東西 很亂 那我回來我不用它住 我待會拆完我才洗 那我處理那個方法呢 就剪了一些好你尖的地方 我就會選到這裡先的 一會兒就剪掉 不要膩 那蝦桃這個位置就剪了 這樣就剪了它 這樣就剪了它 然後我就這樣 在這一邊順序剪掉 剪掉這些腳和鬚 這樣 這樣 好了 那現在這裡已經OK了 你喜歡剪得更乾淨都OK的 那我就挑蝦腸 在這個位置 那就搞定了 第二節度挑 第二節就可以了 這樣 有些人剪了一個頭 才剪這個尖的 我就覺得 這樣在這個位置 一下就剪了它 就方便一些 那這裡怕蝦頭脫 就拿著蝦頭去剪 或者有些人是不喜歡剪蝦頭的 沒有所謂 但有些小朋友都很喜歡吃這個 雖然我不吃的 不過我家人 表妹 肥蘿他們 都很喜歡吃 所以 平時就要做 還有我現在有些喘氣 剛才去了搬運 有件送來 所以我剛才走了去搬 好了 這樣 可以挑個 好了 那我就通常挑好 煮了 即是現在 我才會洗它 因為我已經是買了回來 我已經是攤了在這裏 室溫攤了去 完全解凍的狀態去煮 不然待會 你去處理的時候 它裡面就不夠熟 如果你不室溫 裡面還是冰的話 現在就用 抹手指抹一抹它 塑乾水分 待會我都撲粉 半煎炸的 因為肥蘿很喜歡吃 街的炸到脆了 但那隻一定要用很多油 所以我通常都很少類似 我會做類似的東西給它吃 但做不到最脆的那隻 因為那隻超脆的那隻 你要買一些新鮮的大蝦 你湯完 挑了腸剪完之後 你要放在冰箱上 雪硬它 肉會爽 炸的時候 殼會更加脆 大家買新鮮蝦 下次可以試一下 或者找人 下次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不過今天就沒有外面 到處都塞車 本來想要開車出街市 但最終都是塞車 回到附近 所以就去超市買了 那我就開了那個汁 好 不如我提起我用這隻菇粉 媽媽之前介紹 好像在759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都ok 好吃 它都不口渴 這隻菇粉 大家可以試一下 因為之前吉之島買的 我都買不回來 那隻是台灣的 第二我買得回來 才跟大家分享 這隻菇粉 我覺得都可以 有時候不用雞粉 或者想家人喜歡吃 濃味一點的 你可以加一點 我覺得都ok 但如果大家家裡 有些痛風的 就不要吃這個菇粉 我們先開了一個汁 茄汁其實沒有大半碗 這個三分一 其實大半碗都ok 但是我今天忘記買茄汁 擠到它全扁了 那我就應該都ok 這裡八隻 我又不是太大 那我買茄汁 那我就 我用白醋 白醋我會寫出來的 一湯匙左右 那我會用味淋的 那味淋的 問我用哪隻 我就用這隻 在... 我都不記得了 一田明吉之島 都不記得了 但是知道的 那我平時很多時候 做其他的菜都會味淋 所以我都會買定在家裡的 哎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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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醋和茄汁 我都會加的 就覺得會香些 好味些 那隨大家喜歡 那有些人就只用白醋 有些人只用茄汁 不過兩者 混合在一起 其實是好吃的 那我就不會放醬油 老抽的了 因為放了 我們如果不放就鮮紅色 放了就偏橙色 所以隨大家喜歡 不過我都會放糖和鹽 這樣 那... 現在我先把醬汁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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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汁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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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加些... 那... 那... 我都會把醬汁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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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 調去少少的味道 少少鹽 加一些味淋 加一些白醋 我已經有份量寫出來 醬汁 拌勻 麻油我最後才放 這裡可以放胡椒粉 可以 隨你喜歡 現在所有食材都可以試味 所以大家不用怕味道 我喜歡加少少熟的水 因為我喜歡煮少少的汁 再回鑊蝦 有時候冷 炸完蝦就放進去 撥在一邊 那是醇醬汁會好些 但如果想煮醬汁 再放蝦回鑊 再收汁的話 我建議加少少水 但水一定要煮滾 因為現在試味 如果你關掉 試味就不太好 現在狀態就是這樣 由於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已經切了乾蔥頭 和蒜蓉 分量比例 蒜蓉比乾蔥頭 或者你不喜歡乾蔥頭 或者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不用乾蔥頭 只加蒜蓉 都可以 大家現在試這個汁 味道適合 甜酸度就可以了 待會煮完後 大家會很喜歡吃 最重要適合自己 現在可以試味道 好了 換了大家這麼長的時間 那水分完全吸乾 那我就撲生粉 好 那我就 如果你有心機 你可以逐隻慢慢塗 但由於我不可以碰 即我 我一格被蝦戒到 我就有點嚴重 那所以我就 可以吃它 好了 撲好了就OK的了 那我現在先開油 其實我半煎炸 我油都有點多多的 但就不是完全炸東西那麼多 那我開個火 開個中火 中大火 讓油滾我才半煎炸 好了 油溫 油溫OK了 那我們就可以放些蝦下去了 那每個人的做法不同 有些就每邊炸兩分鐘 總共四分鐘 那我就覺得 我再回鍋 還有我再收汁 那我就每邊 大約一分鐘多一點 就OK的了 其實很快熟的了 如果你濕溫已經是 解了涼的話 其實蝦 還有我這個又不是熟 那麼大隻 就是每邊你可以分半鐘 左右 好了 第二分半鐘 那我就 反斷它 很香啊 差不多了 用顏色 雖然我不吃蝦 好了 已經夠了 就上去先 平一平 油 我等一下再煮爆香的蒜蓉 乾燥頭 煮個醬汁 我先再下去收乾 你看看 是很香的 OK 我現在先給油 那我就不用鑊了 倒入少許油 因為它有蝦的香味 那我就加上剛才那些 乾蔥頭 和切了些蒜蓉 打香它 這個火可以開 但是少許都OK的 好了 它現在香噴噴 那我就加上 醬汁 好輕啊 好了 它現在這個狀態呢 現在都是開中大火 那我們可以放蝦下去 去回鍋 有些人喜歡蓋蓋焗的 我隨便大家喜歡 而且有些人會喜歡買蝦 如果有時我煮得稀稀稀稀稀 我都會買蝦 但是所以那份量 自己大家預料 現在已經很香 其實每個人做這個 有些人叫 茄汁蝦 但是茄汁蝦 是比較多汁 這個其實就是茄汁蝦 乾煎蝦 叫乾煎蝦 因為它要收回那個汁 現在都聞到外面 抖來抖去 在一邊裝 那個顏色呢 會上得漂亮一點 如果你半煎炸了它 如果你不想浪費那麼多油 你可以半煎它都OK 不過就 未必做得那麼脆的效果 現在看看那個效果 是不是 很漂亮 你煮到 和剛才我餘的份量 是預收了醬汁的 如果你喜歡多一點醬汁 就剛才那個份量再餘多一點醬汁 和剛才已經煮熟 煮熟的蝦 其實這樣就可以上去 我覺得賣不賣蝦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那我的火就是中大火 OK 要加少少麻油 就香一點 哎呀 麻油在哪 待會 OK了 可以關火 加少少麻油 正常你再淋少少油 下去拌 不過我就不了 都已經很肥了 大家看一下 你這樣收到 這東西 教了那個鏡頭 那就OK的了 麻油 那我就會 再加少少少炸蒜蓉 搞定了之後 就令它 更加漂亮 黃金蒜 好 那我現在先上去 這樣 好 那我這裡 弄得它漂亮 排好了 再給大家看 好了 剛才原來拍不到 剩下的蒜蓉 洋蔥 那我 那些乾蔥頭 那我就 倒下去 那我就會再加少少少 炸蒜蓉 如果你不喜歡 可以不下的 不過就 香一點 那我還加上個裝飾 我自己種的九層塔 挺漂亮 OK 哎呀 掉了 那 大功告成 這個 茄汁 蝦 那就搞定了 不過今天這裡應該沒有試吃的環節 因為 我不是很吃得蝦的蝦蟹都不行 不過我就會做 這樣 那今集就這樣 祝大家冬至快樂 好 下集見了 接下來看看 聖誕大餐 還是怎樣 再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集見了 拜拜